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这是没有变的 那我觉得从近期来看 有一些像是从法说召开的个股身上 可以抓住一些投资上的亮点 像我们之前谈到 连股性说真的都比较牛皮一点的2355的进棚 因为以前涨车用PCB 前一波最活泼的就是像电影投控 甚至像前一波的异加 往往这个进棚 以前常常就是长了一下就休息了 但是在这一次 法说召开出来示出来的讯息相当好 因为毕竟在车用PCB的加动力提高 甚至也切入到低轨卫星的一个事业 也拿到了两家厂商的产品的认证 所以今天反而 它是带了应该算是近期的大量吧 然后写下了波段新高 等于说过去大概这两个月的一个 修正整理完的底型 已经获得确认了 甚至我觉得这个地方再往新高 创高的机会绝对有 所以我觉得在车用领域这一块 当然除了进棚之外 像是今年已经大涨一波的电影投控 在分盘交易这一阵子的整理之下 股价的均线已经经过整理完 又再度站上所有的均线 我觉得或许解禁完过后 也许有机会再站前高107的位置 当然除了这两档车用PCB之外 另外在车用散热 算是琢磨蛮深的 应该就是今天也要召开 法说的6275的原山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以原山来讲 也可以比较乐观去期待说 或许它也会有法说过后的 这个量力的一个表现 因为毕竟在今年原山的一个营收获利 很明显都有出现显著的成长 因为除了车用领域 AI相关的运用这种伺服器的散热 也是它的强项 所以它第三季的获利 比去年同期是增加了20%以上 而且它在今年来讲 毛利率跟获利是最计真 从Q1的毛利率16% Q2到17.95%到Q3 已经快接近20% 单季的EPS 你可以看以原山来讲 从第一季只有0.27%到第二季 0.75%到今年第三季 已经快赚到一块了 EPS已经到达0.93元 所以以目前原山的形态来讲 也算是很漂亮的打出一个弧形底之后 黄色的季线 这个是技术面上最重要的反压区 假设在今天召开法说完过后 如果有释出不错的讯息的话 我觉得季线的一个反压 应该有机会去做一个突破的一个动作 这个是在车用领域端的 那另外还是市场聚焦中心 就是在AI 那其实AI 从TradeGPT 从今年初我们带到聊天机器人之后 衍生出来很多的一些周边零组件的一些商机 但是最终最终 AI的应用性的产品 我觉得是最近才刚亮相 这是一家新创公司 他们先前是从苹果出来的 这个叫Human这家公司 它推了一个产品叫AI PIM 应该是这个月初才亮相吧 它是被时代选为2023年度最佳的发明 那这个产品一开始就现在美国销售 那预计是现在是可以展开预订 然后明年正式的一个推出 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Google 或上它的官网看一下 其实它的一个功能 它像是你可以把它吸附在你的胸口 那它有个镜头 它可以帮你及时的翻译 它本身就是 为什么说叫取代智慧型手机 它不需要跟手机连接 它自己里面就是可以拨打电话 等于是它是独立的一个系统 那可能有镜头可以帮你观察 你身边周围的一些事物 你有东西 然后它会帮你收集资讯 甚至你吃饭的东西热量多少 它都会透过它的AI信头 来帮你去做一个处理上面的运算 等于是说 算是一个很贴身的一个助理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一直在聊AI 除了这个所谓叫Track GPT 深层式的AI 到底可以终端运用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AI PIN的一个产品 算是一个 让市场上有一个 新的一个定位出来 甚至是说智慧型手机 问世这十几年之后 下一个产品在哪里 我觉得AI PIN可能一点出来 整个市场发展上的方向 甚至它还有微通影的功能 有一些讯息 你透过你的手掌 然后透过它的镜头 就可以有相关的讯息 就是你可以去做一个读取 甚至去做一些控制的一些动作 那当然如果指标性的公司 类似像微机电麦克风的玉太 镜头的大力光 阳明光 那我觉得指标性的话 可以看3504的阳明光 因为刚刚谈到 它有这个微投影的一个功能 那以3504阳明光来讲 它是全球第一大的 微投影模组厂 那过去其实它在微投影的这一块 已经左末非常之久 再加上它在相关的 这种光学引擎的技术 在全球也是相当的领先 所以如果假设未来 这个AI pin 这个划时代的一个产品 能够掀起这个市场上的一个风潮的话 那你看 以阳明光来讲 股价修正这么久之后 最近外资连三买 日K拉出三红兵的一个态势 也跟刚刚谈到的原三很像 就是要从底部刚做一个 算是有点小V转的一个味道 去挑战季线的一个反压 原则上现在反弹千点过后 你去布局这些刚从底部上来的个股 第一个你不用担心 是不是会追买在高点 反而你布局这些刚从底部上来的个股 我觉得算是进可攻退可守 即便你说担心涨了一千多点 大盘会修正 但是这些形态是从底部上来的个股 你不用担心 它会出现涨多大幅度的回荡 因为它的技术面是刚转强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你在选股面上 不管是AI车用领域的部分 我觉得对有一些好股票可以多做留意 当然除了今天有一些 可能跟一些蓝白和政策面 这个拜祈会释出来 也许比较和平的利多的内需观光股 有动之外 中低价的IC设计买器还是很强 你可以看到像是迅捷 杨智 通加 分别都有一些不同的题材表现 像通加是第三季的财报 角度不错的成绩 这个算是亏转赢的一个带动 你看这个日K的形态是非常强 而且量也放出来 连续性的一个攻击 那从通加的转强之下 还有像是6243的迅捷 因为也有拿到对岸的一些 品牌手机的一些相关性的订单 今天有媒体指出来 再加上迅捷来讲 算是在IC设计 今年整体来讲 目前公布出来前三季营收获利 算是不错的公司 所以股价整理这么久之际 你说有一些获利不怎么样的IC设计 都冲上去了 类似像3041的洋制 前三季都还亏损 但是今天的股价还能再续工涨停 然后这个8054的安国 因为有并购这个新核半导体的题材 你看这个股价 从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已经快涨一倍了 那如果当然你看基本面 第三季它还是亏损 但是我们讲 这种低基级的电子个股 IC设计市场给它比较高本益比 又有这种转机的题材想象 有时候股价动起来 第一个它是相当活泼的 所以我们之前也聊到 有一些不错的IC设计股 我觉得拉回之际还是可以站在买方 OK 那今天盘面当中 成交章数有章数出来的部分 跟昨天的当冲股来做一个比较 包括系统 华邦店 威胜 伟创 华泰 长荣航 富桥 宇环 这些都是昨天的热门当冲股 你怎么看 对 其实第一个你可以看到 像威胜来讲真的人气非常的旺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IC设计 真的就是多头聚焦 那第一个我觉得以威胜来讲 真的是蛮适合做这个 日内的当冲操作 当然不是鼓励各位做短线 但是有时候这些个股的 价差大股性活泼 你可以从当冲的角度 去做一个着手 那当然以威胜来讲 除了在AI的一个领域布局之外 其实在最近的一个筹码面 也可以发现到 外资是转为连三天的买超 而且在过去的颈线位置 大概是前两次的 这个黑K的一个高点 10月18跟11月6号 这个这两根黑K高 都造成不少的一个压力 但是这个高点看起来 已经很顺利越过了 所以我觉得 以威胜来讲 毕竟又有年底的 集团作战的加持 而且今天的高的16亿 已经过了7月份那一波的高点 你说现在你去找 当时7月份大涨的这些 AI股能够过高的 真的不多 因为 大部分都是呈现高档修正 我相信就不多谈了 什么伪创人保营业党 那时候六七月份大涨的AI股 很少能够过高 甚至像3693的银帮 在这一波来讲 也是出现比较大幅度的回撤 那能够过高的AI股 我觉得或许在 在这个投资的方向也点出来 可能还是找寻这些比较强很强 有人气的AI股 你可以走这一波着手 或者刚刚谈到的 在AI方面的新应用 这个AI PIN的一个产品推出 不管像是 这种围棋店麦克风的郁态 甚至是这个 微投影的3504的阳明光 这种比较有转机味道 而且是这种 新AI产品问世的题材的公司 我觉得也许股价在跌升之后 那种反弹的空间 也值得去做想象 好 最后30秒 因为我们看到OTC 今天的一个表现 或接连四天 日开连四红的一个表现 似乎也代表 主力业内是有一些厂边观望 但是并没有散去 对 没有错 应该这么讲 这个很明显告诉我们 人气绝对是回容 只是现阶上的一个行情 大家会觉得 好像并没有在 像上半年这么活泼 因为这么讲好了 有一些资金在等拉回 甚至这一波 有些内支散户的资金 在这一阵子都转进到ETF了 不管是什么高股息的 甚至债券型的ETF 对 也吸收了不少资金 所以会让市场稍微冷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个冷 就是说它是慢慢加温的 所以我倒觉得不必担心 等于日后整个市场行情 回来之后 资金又会做一个 比较良心的轮动 好 那 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刚才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刚才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刚才能